高雄的城中城大樓火災過後 基於安全考量 啟動了拆除改建公園作業 原本在城中城持有土地或房屋的人 是否是以七賢國中舊紙 跨區區段徵收 和關係人換地或罰酒地金 結果引發了七賢國中舊紙附近的 居民不滿 認為是否沒有先徵序在地意見 太過倉促了 在城中城有屋沒地的人是擔心 舊一金到外面買不起房 希望能夠以屋換屋 民眾排排座 他們全是城中城大樓土地 或房屋持有人及租戶 大火後城中城成了圍樓 是否啟動拆除 以七賢國中舊紙跨區區段 徵收城中城全力關係人的房地 並蓋六百戶設宅 跟原住戶優先申請 二三號召開兩場說明會 由於有百分之七十五關係人 都是有屋沒地 加上店名跟住宅價錢不同 卻只能統一拿每瓶十一點四萬救濟金 讓他們提出以無還無訴求 這都小坪數的嘛 都九坪十坪 很少有大坪數的一二十坪 那幾間而已 那我們拿了這幾一百萬 譬如說一百多萬 那我們去承租 承租那個社會部長或是什麼 那我們可以租多久 我的資產可是現在變成化為平地 然後每個月還要再去繳這個利息跟貸款 不只城中城關係人有意見 上五場說明會 七賢國中舊紙附近的新生李李明 不滿市府過去詢問就職的規劃 都沒下文 現在沒先徵詢在地意見 就片面決定蓋社宅 質疑市府決策太過倉促 除了是做社宅的功能 我們也都會規劃一些像托兒 或者是日照 托陰托育這些設施都會有 那這個案子 我們已經有規劃一千五百坪的 這個公益設施的空間 杜發局表示會持續溝通 而地震局則表示 陳中城地價會依市價估算 有地有無者可分別換地籍取得救濟金 有無沒地者依規定確實只能拿救濟金 但市府會加速辦理 預計明年六月完成徵收 發放救濟金 讓關西人可以儘快做後續安排 記者陳煥與許正俊高雄報導 我們在스가分別פont 來看見 在我們旅途中 走上 我們那 convoy